這款錶殼是基於古鮮鮭的 70-80年代計時錶的樣式 這款也做得不錯的復刻版 現在再看看這三個 有藍、銀、灰 效果也好,針也好 內圈的細節也好 我覺得這款錶在幾年前推出的時候 沒有太多人喜歡 可能人們覺得很漂亮 但當時是大錶很流行的時代 人們覺得這款錶只有39mm 不太好 不過這款錶殼是類似大的 孔筍 戴上去的感覺是夠大隻 那時候沒有太多人不壞 還有一些特價品 現在過了一段時間 很多人都想找回 甚至乎你見到 剛剛今季出的Panda 3個10D 是黑色 這款錶當然會更多人找 甚至乎現在有好幾間 很流行的網站 以我記得 Hanbiki也有推出 甚至乎在日本有雷瓶三細的版本 又有藍面 又有啡面 又有金 我覺得好錶的設計 就超越了 潮流 現在人們再看回就覺得 很漂亮 近一兩年很多人都想找回這款錶 而且 我記得 二手的價值 都直逼當年的新錶價 又有它的色靈廠的機芯 也不是很想詳細說那個機芯 因為Cinev的Alpamio 都是用這個機芯 反而想說學營 麵盤 復刻板 剛出的時候 沒有太多人追捧 現在 每個人都說希望找回一隻 所以潮流 up and down 現在 他覺得這個型號 款式好賣 所以很多Limited都跟著他推出 而事實上 你在好遠看 除了Corno Master 這個學營 這個樣式 你都可能能夠認知到 他是Saint Liv 多謝大家